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進行國事論壇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三分鐘 請科委員致恩 主席及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政府最大股東的華航宣布將遭受24名大學生當實習空服員 月飛60小時年齡30萬 這消息一出來之後引起空服員的大差異 認為這樣的實習生是否是航空版的22K 德國漢沙航空規定 為了安全因素不提供飛行員空服員及零貴人員的實習職缺 原因就在於飛安問題 要成為一名正式的空服人員 其實要受過很多嚴格的訓練 因為要保障所謂飛行的安全 短短的兩個月的實習 有辦法保證安全嗎 華航便稱不是只有華航 在很多國際航空公司 包括新加坡航空公司也用了大批的實習生 但是問題是 他們只是放在通訊工程金融等行政職務 不是做飛機上的空服的工作 年齡30萬對於實習生來說相當不錯 如果只是為了學習是一個好的待遇 但是這些實習生做的工作內容 卻跟正式職員的工作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他們薪資卻是國際線的三分之一 難道華航沒有濫用年輕勞力的這個問題嗎 然後難道他們沒有剝削實習生的問題嗎 為了不用大批 為什麼不要大批的加薪 或是聘用正式的空服人力 我們再來看看農委會 他的大股東也是我們的政府 派駐在北農的總經理吳英玲 年薪250萬 上任三個多月 卻是連財報都看不懂 春節過後 北農所發生的一連串的問題 他卻是神隱 不知道如何來做應變 接受議員答詢的時候 連每天的蔬果進貨量有多少 芭蕉香蕉也分不清楚 到目前為止都在狀況之外 被大家笑稱他是台灣最高的實習生 政府為了正經典人力 又不想負擔太多的人事成本跟退休金 大量使用派遣勞工 事實上這也是台灣第一薪的幫兇 而農委會就是派遣勞工最多的部會之一 達到2618人 農委會可以為了仇搖 不顧輿論的一個壓力 堅持力保高薪的實習生吳英玲 但是卻為了解決人力不足的問題 大量使用派遣工 而華航最大股東的交通部 竟可以忽略非安的問題 使用低薪的實習空服員 關係對的 顏色對的 沒有工作經驗或是專業 可以做高階的實習生 但是我們再來看看 沒有關係的一個年輕人 他們即使擠破頭了 擠進華航所謂的實習生 擔任跟空服員一樣的工作 接受同樣的訓練 接受同樣的考核 但是他們卻領的薪水 卻是只有一個月25k 25k對上250萬 這麼這樣的結果 你怎麼不讓我們年輕人感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心酸 謝謝柯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空委員文吉 主席賴院長 本週二 本席進行行政院總執行 是有關兩岸關係的發展 當我引用民進黨前主席喜信良說 執政者有義務打破兩岸疆 賴院長的答覆是 如果陸方把大門關起來 唯一的鑰匙就是九二共識的話 那麼在台灣是找不到這把鑰匙的 陸委會主委陳明通也說 兩岸的鑰匙就是中華民國憲法 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陳主委說 也判對岸能將心比心 換位思考 畢竟將級對雙方都沒有好處 因此對大陸來講 九二共識是打開兩岸將級的唯一鑰匙 而對台灣則是中華民國憲法 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陳主委說 這個社會還需要為九二共識這個名詞 糾纏這麼久嗎 本需要證告賴院長及陳主委 依現有兩岸關係發展的 這個態勢評估 不承認九二共識 兩岸將級是無法打開的 唯有承認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兩岸關係才能有突破的機會 本席對於陳明通主委 如果認為九二共識 是一個有爭議的名詞的話 我對陳主委 在未來擔任陸委會的主委期間 是不抱以任何的期望 他也不可能打破兩岸將級 也不可能再創 如前總統馬英九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最美好的一個時代 有一篇社會論講 中華民國行線時 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成立 中華民國憲法的框架 是一個中國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其實是簡稱 法案全民是台灣地區 以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這是一國兩棲的概念 換言之 蔡總統沒有說出口的前台詞 就是依照一個中國一國兩棲 處理兩岸事務 而這兩個原則跟九二共識 是互為表裡 蔡總統雖無九二共識之名 且行九二共識之實 這就是蔡總統一向對 對岸強調的一個善意 所以我們當然要堅持 中華民國憲法 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但也要尊重承認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如此兩岸的和平發展 台灣的希望以未來 才有可能實現 謝謝空委員 下一位請黃委員招順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 我想卡管政治恐攻無上限 卡管政治恐攻的可恥也是無上限 台大在今年的1月5號 林顯書西音的校長 管忠敏 原來是2月1號就要就任 但是因為政治的顏色不同 所以罪無可涉 我們這個政府 蠻憨的卡管的動作 也真的是無上限 萬劍齊花 抹黑種動員 目前我們整個國家 五院只差考試驗還沒有出手 連北檢科技部都淪為卡管的打手 這樣子的一個政府 如何讓我們人民相信說 我們整個政府是對我們邪術自治是支持的 所以等於說把我們邪術自治淪為 可以践踏到無可遁形的程度 我們從九道金牌開始說起 文工不夠 最近連我們所有的檢調單位也出手了 丟臉至極 暴力國家的機器也上場 檢察官也出動 北檢可以分案調查 真的是可恥可恥再可恥 我們從他的論文抄襲 一直到讀懂利益的迴避 最近又有了新的 叫做互入監客 我們不曉得九道金牌之後 第十道又是什麼 我們能不能請 潘文中部長 就直接告訴我們 說交易部已經淪為我們整個政治的黑手 教育部的部長告訴我們 這個十道金牌以後的第十一道又是什麼 所以本席要告訴賴院長 卡管政治恐攻所造成的土石流 可能會對我們整個的學術界造成莫大的損傷 能不能請你們的手能夠拿出來 這個政治的黑手 如果繼續在我們學術自治當中 在那裡妖魔鬼怪的去處理的話 我想人民對我們整個的政治 是沒有信心的 否則的話 那院長 你就直接下令 潘部長就這樣子告訴大家 因為管中民 他的顏色不對 所以他就是不能夠當台大的校長 你直接了當的下命令 遠比現在用了這麼多的金牌 在那裡抹黑造謠 要來的好的很多 我想請院長今天就可以下命令了 以上謝謝 謝謝黃委員 謝謝黃委員 下一位請稱委員宜民 好 院長 還有各位在場的委員 大家早 好 昨天在2018地球日啟動儀式中 台灣大學工衛學院的 詹長全院長公開表示 肺癌從2013年開始 已經取代肝癌成為台灣人的國病 而這主要的原因不是因為抽菸 因為抽菸人口都在下降中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空污 所以他一直在質疑 要蓋深澳前 怎能不考慮健康的問題呢 同時他甚至預測 深澳電廠擴建後 台灣死於空污的人會更多 美國相關研究指出 燃煤火力發電廠對煤出生的小孩 也就是說在懷孕中的胎兒也會遭受影響 而大陸進來的空品迅速的改善 就是因為不使用燃煤電廠的原因 而我們還要在這種經濟體中繼續掙扎 台灣空污的問題 付出的健康與經濟的代價 實際上是比政府理解的嚴重度大20倍 詹院長指出 有不少的衛生官員 甚至竟敢稱肺癌並非空污引起 他認為政府不能只宣稱所謂乾淨的煤 一再地去誤導我們的民眾 何謂乾淨的煤 現在根本在這個技術上面還沒有開發成功 乾淨的煤不等於乾淨的能源 而燃煤引起的問題明明非常的嚴重 怎麼能夠輕易的投下一張同意票 而造成我們世世代代子孫 會在這個空污中不斷的循環 更不要講說整個的深澳電廠 它的開發區位已由番子澳移至深澳 兩個灣澳生態環境條件明顯不同 因能認定為舊案 其次是決策的過程 最近已經浮現 相關的部會互嗆 不僅凸顯了政府內部整合協調的問題 也讓大眾對於決策的過程產生懷疑 蔡政府的能源政策 至今民眾看到感受到的是 日益嚴重的空氣污染 以及三不五時就會出現的斷電危機 未來還要面對電價上漲 萬物起漲的生活壓力 這是民眾期盼的非核家園嗎 政府難道沒有看出 更為警戒到能源政策 已經產生了重大的危機 為台灣帶來缺電與空污的雙重風險嗎 本席認為蔡政府應該務實檢討修正能源政策 不要再說一套做一套 以上謝謝 謝謝陳委員 下一位請李委員燕秀 蘇院長賴院長以及在現場所有的部會同仁 在現場所有的委員大家早安喔 這兩個星期國人所關注的 有關於生澳發電廠燃煤發電廠 後續通過環評之後 外界所有的質疑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我們仍舊看到近日以來 包括經濟部跟環保署互相狗咬狗的言論 在媒體上看得到推卸責任 日前也看到張副署長也提在媒體公開 質疑經濟部請經濟部不要躲在環評法背後 應該勇敢站在第一線 張副署長之前也提過他個人對於這一次 這樣子通過環評法他個人是不贊同 這也凸顯出這一次環差會議 事實上就是民進黨用政治的決定 來決定這一次環差的通過 而不是真正一個環評會議 應該回到各個專業去做判斷最後的一個結果 我要再一次提醒如果環保署副署長可以在所有媒體前大吐苦水 仍然就想捍衛自己環保律師的身份的話 我請問在全國如此空污底下的所有的國人要跟誰吐苦水 我認為如果這一次環差所有的數據 台電所提供的是經得起考驗的話 為什麼不敢再一次重做一次環評 外界所有的學者針對於台電所提出來的數據 包括當天各個學者專家提出來 包括煤灰渣如何去做處理 廢水如何去做處理 我們的環保署都沒有一個清楚的交代 專家學者台電也都沒有一個清楚的交代 這樣子去通過燃煤的這個這一次的環評 我個人就認為有非常大的問題 民進黨對於國家重大政策 如果仍就用這樣的方法跟態度 玩文字遊戲來呼掩來呼弄國人的話 我相信民進黨施政的狀況 包括民進黨的民調接下來的選舉 當然大家都不看好 賴院長說這個不是缺電是聖電的問題 之前民進黨說處理勞基法說 不是一例休這是週休二日 前一陣子我們經濟部長又提到說 這個不是缺電這個也不是漲價 這個是倚價質量 如果行政院各部會賴院長 如果你對於國人的所有質疑 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看到萬物其漲的狀況之下 你們就回一句說 我從來沒有吃滷肉飯 看不到所有的物價都在漲 這也難怪民心向悖 這也難怪民怨四起 我要再一次提醒民進黨 謝謝李委員 下一位請吳委員致揚 好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衛福部陳部長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曾經指出 今年年底我們施打的公費流感疫苗 將全面從三架改為四架 但是前天衛福部又做出 今年仍然維持要打三架流感疫苗 這樣子的決議 我們覺得非常訝異 當時為什麼要把三架改成四架 很簡單嘛 就是去年世界衛生組織 他們猜錯了流行的病毒株 造成我們去年施打這個三架流感疫苗 沒有發揮到保護國人的作用 所以今年才要改成四架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非要這個時候又改回三架呢 我們的疾管署啊 為什麼要施 為什麼要決定要犧牲我們台灣人民的健康呢 這個跟深澳電廠 詹順貴的那關鍵一票不是一樣嗎 我們疾管署的專家們 如果你們是用投票的方式 決定改為三架 你們的作為跟詹順貴不是一樣嗎 難道用八億元的價格 來確保我們民眾的健康是不值得的嗎 比起我們前瞻計劃 動不動就八千八百億 這是一個九牛一毛的金錢 但是可以照顧我們老百姓的生活 難道是向我們外界所猜測的 就因為前行政院長林權擔任的董事長的東陽制藥 他只有三架的一個疫苗證 政府就要為他來設定資格標嗎 還是因為國光生氣的董事長 張啟賢擔任過國民黨的副主席 雖然他有比較先進的四架的疫苗證 我們也因為他政治不正確 我們也要排擠他嗎 怎麼連疫苗保護民眾的也要分藍綠呢 我們再看看卡管的事件 這個事情我是台大人 我們非常不能認同 台大的校長林選委員會 在今年的一月已經很明確的回函 管中民的當選資格毫無疑義 我們尊重一下大學自治嘛 為什麼要發九道金牌 進行所謂的三堂會審 進行所謂的政治恐攻呢 我們只要不是自己人 就永遠不讓你上任嗎 只要顏色不對 即使是犧牲民眾的健康 我們也在所不惜嗎 有錢買煤炭 卻沒錢買疫苗 這就是蔡英文所謂的台灣價值嗎 謝謝吳委員 登記國事論壇發言的委員 均已發言完畢 現在休息 並不是在想和啦 所以 讓市民庄的等候補 議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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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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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